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面对繁忙的医生想要多说几句话更是难上加难 央视经济生活大调查在家庭面临的主要困难一题中 医疗成为三座大山之一 在互联网家对生活的各种改变中 医疗健康领域排名垫底 可见医疗改革已经到了攻坚关键点 为了缓解医疗资源过度集中在大城市大医院 百姓看病贵看病难等问题 2016年国家十三五规划 全国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规划纲要 提出了要促进我国医疗卫生资源 进一步优化配置 提高服务可及性能力和资源利用效率 为了解决看病过程中患者体验不好的种种现象 围绕医疗体制改革 全国很多地区和医院都推陈出新了一些改革的措施 对话走入改革第一线 发挥了医疗改革的一线报道 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对话 看看我身后的大屏幕 当你想到要去看病的时候 你的内心会有什么样的一种复杂的情感呢 它都已经在大屏幕上了 我们来挑几条 看看跟大家有没有一些共鸣 来看看 第一个 好难挂的号 的确 我们都有个挂号之痛 还有没有恨之入骨的黄牛党 的确 很多的好的号员 好像都被这些个别的黄牛党所掌握了 还有吗 医院里煎熬的等待 我们再看一个 看病就是一锤子买卖 各位 如果你们有曾经到过医院去看病 曾经饱受过看病难和看病贵的折磨的话 让我们听一听你们的心声 好不好 我就觉得老年人他开药特别麻烦 其实他每次开药都是一些已经固定的很正常的就是说药 但是他每次开都重新挂号重新去就是说去开药 在医患关系的时候我们通常都会指责医院指责医生 但是我会发现其实很多的医生他也都觉得自己很委屈 然后把医生变成了一个高危职业 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今天的节目现场我们特别请到了一位来宾 他告诉我说 在他们所在地方的医院经过改革 很多困扰大家的有关于看病难和看病贵的问题都得到了解决 他真的这么有信心吗 让我们掌声欢迎今天的嘉宾 温州医科大学复学第一院院长陈肖明 欢迎欢迎 陈院长这是我们刚才在现场随机选择的六大难题 他就像六个硬骨头一样 我想问问陈院长 您有信心啃掉多少根硬骨头 我已经以啃掉了这四个 今天我们还特别请到了一位嘉宾 他其实做了一些体验 这位体验大使是 刘国恩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 他在四川的偏远山区做过赤脚医生 在美国北卡大学做终身教授 现在的他是被誉为中国医改智库的国务院国家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的重要成员 他到了温州 进入到了医改的第一线 我们来看看他的体验 刘教授需要通过自己的操作完成看病流程 首先 吸引他的是站立在大厅两侧的像提款机一样的自助机 只要有身份证三四个步骤 就能够得到一张医院的医疗卡 预存进一些现金 马上就可以进行预约挂号 刘教授经过短暂的思考 选择了看病的医生以后 挂号就完成了 此时刘教授的手机收到了挂号的提示信息 我们现在约了一个10点55的眼科大夫的服务 在10点55的时候 我们到那个医生的诊室去具体的体验他的服务 体验总结 排队时间5 开卡预约挂号时间10时 挂号接受后 刘教授收到挂号通知小条和手机短信两种提示信息 刘教授你不知道电视机前会有多少人对你是羡慕嫉妒 不知道有没有恨 总而言之觉得说这么轻易就挂上了号 所以我想问问你整个体验下来的感受是什么 非常的轻松 温馨 然后非常的有效 你原来有没有预想过说可能为了这个号你也需要起个大早去排个队等等 我在北京经常遇到这种情形 包括我的家人 在一个月前就去我们家附近的一个三家大医院 看一个小的毛病 整个一个下午都浪费在医院里边 上下楼我太太告诉我已经走了四五次 所以从北京到了温州之后 在挂号这件事情上 你的幸福感突然间飙升啊 为什么在这儿挂号变得不像我们想象当中那么难呢 通过互联网的技术 对我们现有的公立医院这个服务体系的流程进行一个再造 那经过了这样的一个改变之后 我们看到的挂号大厅是不是就完全不一样的紧致了 就是10年我到这家医院当院长 有一次晚上 我到这个医院去抢救病人 三点钟 我们地上睡的都是病人 就是他要拔起来为了明天早上就是挂到那个号 我非常揪心 就是我决心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现在呢 我们实现了就是零排队 这个盟诊大厅当时设计的是3000多平方米 目的就是预测我这个医院就是要达到500万的盟诊量 用于收费排队的地方 今天如果你进入这个大厅 就是几乎看不到排队 我想要挂当地最好的一个医生通过几种途径 很容易的挂到他的号 首先呢就是我们是电话 电话呢我们借助了11411580的这个平台 这是我们第一位的 那么还有呢就是网络 这个还有院内网 支付宝 还有微信 还有很重要一个是我们医院刚才看见的自助的机器 都可以这个预约 现在像这样的一个在医院当中的预约挂号的机器有多少台 260台 做到这样真的非常的羡慕 在北京呢 要是传统的老的医院 如果进行这样的改造以后一定会缓解 但是患者要找这个最优质的医疗资源 能否满足 现在看样子肯定是功和须有差距的 其他医院就是说 有的医院就是放一部分的号在这个网络上 我们呢就是把所有的号放在一个平台上 号源是实时共享的 就全号源开发 全院有260台自助挂号机 这个是从哪买的机器吗 是我们自己这个设计研发 然后呢交给工厂生产 就是用我们自己部份生产 而且我们这个机器应该是国内功能最强 就是如果我们所有的这个财务人员不要 我这个医院继续运转 用机器代替人 机器代替人 大家一开始适应吗 不适应 当然是要开始引导 开始引导 怎么引导呢 您平时用什么样的方式 我们如果每天在自己医院的这个大厅上 告诉病人 从我开始 我们医院的副院长和所有的中层干部 每人负责一天 我看一下这是当时开始的时候 我拿着话筒就告诉大家 我们应该怎么做 那么现场我们也做一些设计 就是使病人能够顺利 就是用了我们这个方法以后 它会很方便很快 因为病人就是口口相传 另外把浙江省全省的医保进行整合 也就是在我这个医院看病的人 只要是浙江省的医保卡 就直接用医保卡挂号 然后所需的费用 我们跟浙江省全省的每一个县的医保实时在线 就是你只需要付你自己的部分 就直接用医保卡挂号 然后所需的费用 我们跟浙江省全省的每一个县的医保实时在线 就是你只需要付你自己的部分 为什么温州能够做到林派对 而我们的北京人民医院 邪和儿童医院 还像菜市场一样的 乌鸯一样的 可能是我们的北京市的医保 没有给这些医院相应的医保支付的这种权利与方便 那么再充分暴露出 我们医疗体制改革 一定要跟医保的改革结合起来 融合起来 否则我们的医疗改革将撑不难行 除了浙江之外的很多地方 你要想挂号 得拿到医保卡 支付 就说必须的是专门的机具 专门的卡 去挂去的 而且预交金等一系列的政策 都有出于各种的因素的要求 是不能做的 这个陈院长 温州的很多 做了很积极的探索 逼得一些政策 也做相应的 适应的 我是云南省地人民院的院长 所以我觉得我一定要做这件事 所以就带队 分别去了两次 不同的职能部门 验班子全部带着去 我觉得因为当时我也是去自己挂号 就像我们刘教授一样 体验的整个过程 我觉得这么舒服 然后病人的感受特别好 我们也买一些机器 放在挂号大厅里 我们也把医生的号全都放到网上去 是不是我们也能做到跟他们一样 我就发现有点难度 难度的症结在哪呢 就是因为我们云南 它的那个经济欠发达底细 所以老百姓 就是要实名字挂号 身份证挂号 然后这些在网络电话 这些还有难度 所以我们也在做先床 这个我觉得是我们最大的症结 就像刚才王院长说的 那个医保的支付 有一点难度 在解决了大家都非常关心的挂号难之后 我们来看看摆在您面前的下一个硬骨头 又是什么 恨之入骨的黄牛党 连这个字里行间都透露着我们的患者的一份愤怒 我准备了一个短片 来我们一块看一下 据犯罪嫌疑人余某交代 他批发给一线号贩子的号 都是通过他大学同学杨某在网上抢到的 在杨某的手机里 已经发现了一个微信群 群里有46个人 他们抢号的渠道 主要就是通过关注手机微信公众号 或关注下载APP 早上七点半医院一放号大家就开始迅速站好 看见号员站住号员 显示日约成功 然后他会给相应的报酬 陈院长您个人对于这样的黄牛党 是什么样的一种心态在看待他们 对黄牛党 我们也跟患者是一样 恨之入果 我在这个问题治理上 一个人是用身份证挂号 因为身份证挂号以后 我们医生在电脑上可以看到病人的照片 有非常多的号员 也是通过网络平台 落到黄牛党的手里的 这个是因为他们的机制上有什么漏洞吗 跟黄牛党这个斗争 我觉得也是斗智斗勇 斗智斗勇 因为他总是找你的漏洞 实际上黄牛党 他把这个号员拿到锁上以后 他最关键的一步 要把这个号员要卖出去的 要改名字 对要改名字 就是说他怎么改 就把自己的号员取消的不要 然后呢 让这个接手的这个患者 这个来把这个他的号 把他接过去 这个是最关键的 所以我们的做法呢 我们就是说把这个 黄牛党取消的这个号 我们不是马上放出来 我们把取消这个号 放入到一个池子里面 就是随机池子 那么这个什么时候放出来呢 也可能是一分钟以后 也可能是五分钟以后放出来 所以也就是这样的 黄牛党拿着这个号 跟患者沟通好 我这个号卖给你的时候 那你这个黄牛党把这个 这个号取消掉 患者拿不到这个号 因为他放到公共的池子里面去了 大家在这个池子里面 大家都会抢 都会抢到这个号 每一期的对话节目当中呢 为了能够吸纳 或者是聆听到更多观众的观点 我们都会在节目的现场 设置虚拟观众席 也就是大家扫描了 我们的二维码之后 就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博 或者是微信 来表达您的态度和观点了 来我们看看大家传来的一些观点 虽然有些黄牛也靠排队挂号 但有些黄牛居然拿票 如探囊取物 这就应该去追查 是否和医院的内部人士勾结了 大多数情况之下 黄牛党手上有票 是因为这个勾结的问题存在吗 这个不能说不可能 再来看下一个观众的观点 当你孤立无援 实在挂不上号的时候 黄牛的出现还是能解决 我们小老百姓的燃眉之急的 从这样的角度来说 打击黄牛对我来说很矛盾 对于我当前的票患者 纷纷扬扬扬的黄牛党 我认为没有什么大奸小关 还有更多的要引起我们中国的重视 就比如我们到处托关系 去找医生去解决好的问题 我称之为叫关系党 还有我们很多千里迢迢从外面而来 赶过来 恳求着愧着求我们的医生 我们医生逃不过去的这种悲情 我称为悲情党 还有我们利用我们互联网的技术 利用互联网的一些个控制 用APP的相关的这种方式 我称为APP党 这几个都构成了我们现在飘换之猖獗的 有可称之急的一种方式 如果你的制度设计的不对 供不应求 它不出现黄牛党的这个现象 可能更令人奇怪 它出现黄牛党 是相对来说更正常的 在微观层面上 像成员者他们把这个耗源 完全放到一个大池子里边 不实时的把它放出来 这个是从技术层面上 微观层面上在解决这个问题 如果我们要想解决全国性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根本的还是要去解决 供需资源配置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看好病到底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 按照大家的一些生活经验 我们在挂号完了之后 你可能接下来就要面对这样的两个场景 来看到这个场面 你可能会害怕 但是你不得不去经历 那就是你看完了病之后 你要去交费 你要去取药 你要在一个大厅里反反复复的 循环往复的去排队 但是听说在陈院长他们的医院 你可以不必经历这一切 有发言权的是我们现场的刘教授 跟着他的体验 我们再来看一下 现在是10点45 我预约的时间是10点55 按照提示信息 在距离预约时间10分钟的时候 刘教授顺利进入诊室就诊 医生根据刘教授的眼睛病情 进行了相应的检查和问诊 同时在电脑中打出了诊断结果和开出了药方 最后在确认刘教授的就诊卡中 有预存的费用后直接点击完成了收费工序 跟孔大夫看病还自动的获得了下一次 就诊的预约的一个服务 体验总结 看病等候时间复10分钟 收费时间10时 刘教授同样收到了拿药通知小条 和手机短信提示信息 当他走到拿药窗口时 药品已经在窗口里面等待患者的到来 这个医保允许这个医院通过这个互联网的平台 这个技术平台实时接算 到医院以后一次性一转式服务 不需要跑三到四次 如果我们不解决收费问题 就他讲的 那么这个病人医生看了 要去检查去搅吃费 然后最后拿药又要搅吃费 那就不断的圈输 然后这个医保审批 那么有医保就是 我们把医保审批的内容全部组成电脑 就是医保不符合规定的 我们就医生开药的时候就已经提醒 那么医保就规定 有些项目他一定要批 那这样的就是 我们就是也不要病人跑 那么医生跟医保的人电脑对话 病人做一下 那么也把他批了 就是有排队的这些流程 我们都把它取消掉 就是用我的话来说 就是消灭传统的收费 挂号 其实在收费这件问题上 我们可能会经历很多的磨难 我们来看一看 在这件事上 其他的领域发生过什么 他们遇到过什么样的一些麻烦 插着氧气管侧卧在床 陕西西安市的徐万发老人 今年75岁 由于身患多种疾病 老人生活依然不能自立 然而这位已经无法行动老人 却不得不亲自去了一趟银行 单位办的退休卡一个月 大概两千块钱左右 可能是按密码的时候也没按好 就把这个给锁住了 但是要想改密码 徐万发本人必须来银行 由于徐万发老人病情严重 一般的出租车或家用车 都不方便接送 所以家人只能申请 让120急救车护送 最终为了银行卡密码 120急救的五位工作人员 加上徐万发的老伴和女儿 几个人一起 连床带人的将徐万发抬进了银行 这个新闻它发生在13年 中央电视台的新闻1加1 在这个时间的三年以前 就是2010年 2010年我就想到了这个问题 在一次国际会议的会议期间 因为我晚上睡觉的时候 想到这个流程 如果用身份证来退费 那么这个老人要抬到我们的收费处 给你看一下才退费吗 就有点银行事件的 这个事情是一样 所以我想我回到国内 飞机下来 马上给我们信息出场电话 必须把老人的子女和小孩的父母 把他的身份证绑在一起 信息捧绑在一起 接护人身份证 让我们的医疗记录 记录在病人自己的档案里 让收费记录在他的接护人的档案里 这样解决了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已经实现了收费 我刚才讲了收费的改造 那么医生看了病 需要的费用 就医生直接在电脑上 把他收了 战病的同时就直接完成收费 这道手续了 然后办理进出院手术 那么就是在护士站办理 不用再去交费 不用再去另外一个窗口去排 能够做到这一切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我们在每一个病区都摆了自助的机器 但是后来我发现病区的自助机器流量不大 病人还跑到使用率不高 我想能不能把机器自助小一点摆在护士的工作台 后来我突然想到 这个机器其实就是一个电脑加一个POS机 在有一个医院的读卡器 陈院长在讲这一切的时候 他不像一个院长 他像一个发明家 就天天灵机一动 飞机一下来 他就去发明了一个设备 这次您的发明就是电脑旁边加POS机 真正在实行的过程当中 像我们想象的这么简单 一连 好了万事大吉 那时人家就反对我了 他说护士不是穿纳收费怎么护士收 对护士人家还有自己的小头 那我就告诉大家 那个支付宝的穿纳是谁 网银的穿纳是谁 在穿纳它是一定时期的公主 在信息化时代 互联网时代 它新的可以被替代 因为就是说 后来大家接受了这个观点 现在我们全院的护士 执行得非常好 那么我就我们撤销了住院收费处 让住院收费处和门总收费处合并 和经检的人院89个病区 实际上又增加了89台机器 收费的问题 彻底给它消灭了 在医院的这一套系统里 机器换人被陈院长玩的这么转 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你对机器换人 我觉得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想象力 是我们设计 设计了以后 后来就是你又当设计师了 后来我琢磨着 有没有办法让别人送 后来我想出来让银行送 哎呦 这个想一想银行送也不对 银行送过来机器是我的 那维护也是要我去维护 存在钱 存在这个机器里的钱 要我自己去拿 我说不要送 我们就画一块地 叫银行去买 买了的机器还是他的 那么他摆在我们医院 这样的就是 他可以把存在里面的钱 他自己拿回去 坏了 他自己来修 银行真的这么愿意吗 我们要把这个利益摆进去 银行是经过测算的 因为我们医院的这个经济的流量 觉得银行觉得投下去 他是这个核算的 后来多少家银行来抢 9家银行 那我说 我说 这样子 我们盖这个房子要贷款 基准利率下降10%贷款利率 还要谁来送 后来留下6家银行 那就6家银行送 那么我们就给了这个6家银行 我这个机器坏了 如果这家银行不来修 钱就存在另外的银行去了 所以银行马上来修 另外有的人跟我说 说我们那个 我们老人机器不会弄 你怎么办呢 我说你放心 因为我们那些导衣 全部是银行派来的 就是银行会教你 因为哪个机器 机器性高 这个哪个银行 钱的存在多 我们算了一下 这个多的银行 跟少的银行 相差两倍 我再告诉你 这个我们机器 完全的超过了人工三倍 机器收的钱 机器收的钱 对我们人工窗口收的钱 多三倍 那就是效率更高 所以我在想 未来可能在这几台收费器旁边 银行已经不再仅仅是派一个工作人员了 可能得派五六个工作人员 不止一个的 银行很多的 摆个小桌 然后谁在这刷卡就送点小礼物 会不会 对他们来说 未来竞争会不会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白热化的阶段 确实因为您和他们竞争 得力的是患者 更方便 今天我们四位面前的四位嘉宾 希望他们能够在我们的对话现场来一次身份大反转 从患者的视角和思维来提出你们最感兴趣的和最关心的问题 其实看门针 这只是看病的一部分 实际上假如 如果我是需要住院 需要手术 而且是要想找你们那儿最好的学科的最好的医生 怎么能够实现 能实现多少 你说出了所有病患者的心声 我们就这点诉求 对不起 这是主持人挑动的我们来给你提难题的 优的资源它是相对的 我们永远不可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如果我们的治疗是标准化的 那就是保证了它的质量 就是这个我去年已经推出了二十几个科学大内台 大家就是怎么团队去服务 让大家想办法主动的联系那些患者 那么解决他的忧虑 然后主任在什么时候介入 什么时候给他看 那么病人在这个整个流程里面是标准化的 他是放心的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问题会是什么样的问题 我们来看看大屏幕 这是我们不愿意看到的一个场面 医生跟患者打了起来 这两幅漫画其实体现出了医患关系 留在人们心目当中的印象 就觉得这组关系或者说这组矛盾 稍有风吹草动 它就会引起很大的反响 面对这样的问题 您觉得在我们今天的医改当中 在我们的实践当中 会不会给医生带来很大的困扰 病人就是对医生之间 因为一锤子满卖 大家就是看了病 下次来找就不是这个医生了 那么就是病人的医生就不信任 用现在互联网的话来说 就是要把病人 使客户变成用户 那我们要给他永远的关怀 那么这样的就是 我们在这个做了一个叫做院外关怀系统 在院外关怀系统里面呢 我们做了一个幻友会 所以手机上你扫一下这个 这是我的二维码 扫一下呀 很多人都见过商家扫码促销的活动 但是在温富一体验中 记者却发现 这里的医生也会不规律地 请病人扫自己的二维码 传统的流程啊 病人必须要借医生 才会表达自己的一些感受啊 一些病情啊 然后要听取医生的意见啊 现在就是通过一个互联网以后呢 类似于是一个微信的平台 就是说我们无论在哪里 隔空的病人在这个手机上面 可以留下自己的意见 问医生说我有什么感受 吃了药怎么样 然后说我今天呢 有好转或者是有什么问题 那么医生看到以后呢 给他一个回复 这样的话就大大的就说 提高了这个效率 幻友圈是医院推出的一项新的举措 很多慢性病患者 和需要长期医疗服务的病人 医生会主动 与他们建立手机端的联络 在医院研发的 手机客户端软件中 医生可以为患有圈中的病人问诊 开预约检查单 甚至在网络医院中 通过视频进行诊疗 诶 程大夫你好 诶 程大夫你好 听得见吗 可以的 可以的 可以请见的 哦 是这样子的 我们医生 门诊医生的话 就有配这个iPad给我们的 然后通过这个网络医院 我可以进行开药 开了以后 药房收到指引 会通过快递公司 把这个药送到病人家里去 无论是借助手机中端 还是PC端 有了互联网家的操作路径 陈大夫就可以实现 对病人随时随地的服务 刚才的这位陈大夫 今天也被我们请到了现场 来 我们掌声欢迎一下陈大夫 这种做法呢 毫无疑问让我们的患者找到了很多的方便的路径 但是对医生来说 除了麻烦 我看不到有其他的任何的好处 您个人觉得这件事会让自己的工作增添很多的烦恼吗 你这个话呢 说对了一半 但是呢 我觉得不是这样想的 虽然是增加了医生的这个工作量 确实这样子 但是呢 我觉得就是作为医生的话 当然是希望自己的病人越来越多 是吧 这么多病人围着自己 就是说像很多粉丝围着我一样 我就很有成就感 如果一个医生 如果一个病都没有的话 如果一个医生 一个病都没有的话 我觉得非常失落的 就门停冷落的时候 对 这是非常非常失落 然后呢 从医生角度 专业角度来讲 我觉得这个对医生是非常有好处的 因为我们做医生的话 是希望 不是说今天看一个病人 明天看一个病人 这样的环境的临床经验是丰富不起来的 我们是希望这个病人跟着你 他的疾病的变化来龙去脉 是吧 他疾病的这个进展的过程怎么样 我们一个病人追踪到底的话 这样无论就是说 对医生的临床的经验提高 还是对医生一些 这个 这个我们科研数据的采集 都是非常有好处的 刚才录像里面 这个小姑娘 她是17岁 她家呢 住在离我们温州市区呢 一个县 有70公里 这个病人 如果一年 她有8次到10次 来我医院看病的话 我可能就减程 跟我面对面交流 可能就一到两次 剩下的6次 她就在家里解决掉 对她就非常的方便 我是怎么思考呢 就是我有一句话 叫信息化条件下的流程再造 而不是旧的流程信息化 思想是决定你的行为的 那么我们不能够有思维的定时 就是在互联网状态下 要有互联网的思维 把我们过去建立的那种模式 要进行改变 就是用我的话来说 模式创新 我也得替陈医生他们问一个 他们可能从来都不会问你的问题 就像我们这样的隐性的加班这么多 有没有一些加班费呢 像他这种 就是因为网络 所以我们网络医院 现在我们给他的报酬 是跟我们节假日 星期六星期天 看门阵的报酬是一样的 没有特殊的报酬 这样的就是是有报酬 但是以他们的付责来比 还是不够的 今后在实践的过程中间 就是我们根据实际的情况 我们也会考虑 就是说以后怎么样去激励 陈医生觉得现在激励的力度够大吗 这个是这样子 这个从刚才我说了 从我们医生成长的角度来说 我们是愿意去做这个事情的 当然如果陈医生能够再额外的加点费用 那就更好了 应该依靠更好的制度安排 比如说我们陈大夫 他如果能够把现在为你们医院提供的 这个不是特别对等的这个服务 变成他在基层社区的自己医生的工作室 那么他的动力激励会比现在更大 而他还是他这位陈大夫 他给我们病人的距离物理距离心理距离都近了很多 事实上在两礼拜前 国务院刚刚发布了今年的这个工作计划 就是提倡鼓励组织医生以上的大夫到基层去职业 并且去开展自己的工作室 我们来看看这一刻虚拟观众席上的观众提问 福建三明的一改震动了全国三明医务人员实行阳光工资 年薪最高一档达到了25万元 并且逐年增加以消除灰色收入的动机 这个对于全国其他地区可行吗 来我们还是要探讨一些跟收入有关的问题 跟医生的收入有关 这个得感谢陈大夫 你刚才开了一个头 院长您怎么看 公立院改革跨错了第一步 而是积极的一步 在温州有没有可能复制呢 可以复制在温州 可以复制 所以我们未来的年薪一定要超过现在我们看到的数字 三明医改为什么得到全国的关注 可能在于他提出来让医院飞归公益 让医生去看病 让尤品去治病 脑肥心和政府部门都很满意 那么可能更在于他提出来 把医生的原来灰色的收入变成阳光的收入 年限二十万三十万四十万 但是还有可能大幅度的降价 把油瓶的价格砍下来 我都希望三明医改 给我们瘟疫的改革提供更多的借鉴意义 那就是让我们的医生除了在我们的医院能看好病的同时 能够鼓励他到市场上去 到社区去 去开办自己的诊所 现在你手中有权力点他们其中的一位 站在医生的角度给你提问 我们在座的前面有三位是医生 有一位就是不是医生 我都选择是选择医生还是选择不是医生 你有最后五秒钟的思考时间 来全场倒计时 五 四 三 那我们选择我们那个奖院长 性别成为了这次被选择的唯一的原因 刚才说的你们通过复联网 病人和医生实时可以沟通 我是心脏科医生 心脏科医生如果我实时跟病人那个沟通 我下班以后大量的时间急诊 危机重症的不断的跟我联系 那可能就会打到一个医生的正常的休息 那个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个持久性的问题 蒋院长讲的这个作为医生 向提出来说心血管的疾病 这是我特别担心的 就是我仿佛的给他界定 就是他应该是慢病 应该是在我医院完成了所有的诊断 诊断是明确的 然后就是说只是这个小病 就是说如果是一个心脏病或者重的病 我不只是这样 那我只所以这样做 一方面是为了这个医患的沟通 给病人更好的照顾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做互联网医疗的尝试 看病男和看病贵 一直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老大男的问题 在以往我们看到的这个地方 或者是那个地方的医改方案当中 常常都会看到他们把医改的方向就直指机制和体制的改变 似乎如果我们的机制不做任何的调整的话 这个问题就没有任何改变的余地 而在今天我们看到的温州的医改方案当中 他们更多的是基于现实的基础 他们在自己可控的范围当中 把医疗资源的有效利用做到了最好 其实看到这一切 我也想到一百多年前胡适曾经说过的一句话 我们可以少谈一些主意 多研究一些问题 对于所有的改革智慧而言 都是来自于改革的第一线 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改革过程当中的另外两大难题 这两大难题分别是家门口的小医院不靠谱 以及家庭医生听上去很美 其实别小看了这两个问题 他们可能也关乎着我们医疗改革的大方向 接下来我们会再请出今天节目当中的下一位嘉宾 他也来自医改的第一线 让我们掌声欢迎温州市魏纪委主任程景国 好 欢迎他 欢迎陈先生来做客我们的对话 来 请坐 请坐 对于大多数的温州老百姓来说 他们一旦身体上有一些什么不适 是不是可以在家门口的这些医院得到解决呢 双向转诊是刘国恩教授非常关心的问题 他在温州市魏纪委和温州市人民医院和卫生院进行了考察 我们建设了温州诊疗共享医疾平台 百姓也好 医生也好 医院也好 去访问我们这个全市的医疗大数据 我们是同一代的应用 叶老伯今年72岁 常住在温州郊区的永家县 今天 叶老伯来到永家桥头卫生院复查身体 我电脑里能看得见 现在复医我们这边医院里都能看得见 原来你做的检查 我都能资料在网上都有的 为叶老伯看病的卫生院大夫 从市级诊疗共享平台上调出了 叶老伯过去两年 在温州市署的所有医院看病的病例和检查报告 并再次对叶老伯的血压进行了检查 发现叶老伯可能患有直立性体位性低血压 需要做一项动态血压监测的检查 而这项检查 卫生院没有相应的设备 需要到上一级的大医院去做 这个检查项目呢 叫做动态血压的监测 这个项目呢 我们这边的医院没有 所以呢 我现在把你网上预约 预约到我们温州市人民医院那边去做 老伯 你这个动态血压监测的时间 15号9点半 也可以 可以 我就帮你来试 在卫生院大夫的帮助下 叶老伯预约了上级医院 温州市人民医院的检查 在刚才的这个现场体验当中 我们听到了一个词叫双向转诊 什么类型的病人特别适合走这样的一种通道和方式呢 双向转诊的话 不是针对哪些病人 它是针对所有的病人 对我们的所有的病人 根据它的轻重 急性 慢性 还有治疗的不同的阶段 恢复的情况 以及就是和它周边的医疗机构的一种适配 来决定这个病人应该到哪个地方去看病 那它对所有病的这些患者而言 有什么好处呢 我们的这样的辈子存在着不作和浪费共存的问题 所以我们刚才成员长的医院一年四百万 神亡为患啊 对吧 那就是要不它要下到我们的基层去 让我们的基层能够在 常见病 多病 公共卫生 对吧 以及病人的康复阶段 对吧 包括我们以后建要推开来的医院结合方面 它会更大的作用 是这样的话呢 资源利用得的提高 浪费的减少 然后全社会的医疗费用能够减少 人什么最值钱 是生命和健康 大家为什么对双胸转转 意见这么大 是因为我们的患者心中有一堵枪 什么样的枪啊 是我发 在大医院小医院发的钱 发医院的钱都差不多 第二点是对大医院的大专家的迷信 更重要的一个问题是 对我们小医院 小的结果 小的这种医疗的戴护 不信任 不放心 这堵枪啊 不去把它推倒 那么我们的双向转整 是很难去推进的 背后支撑它的力量 还需要有什么呢 我们就是建立了信息化的平台 因为这个双向转整的话 不是简单的一个转整单的问题 而是需要把病人的诊疗的数据 诊疗的信息 要共享 任何的情况 要转过来 在温州你刷市民卡 在诊监刷卡 那么经的市民卡的身份认证以后 在温州全市的1.5万个医生工作站 接诊的医生都可以看到这个病人 在温州294家的这个大大小小的这个医院的这个 诊疗信息 其中的包括老百姓很关心的的门诊处方 诊断 住院医嘱 包括所有的检验 所有的放射 检查结果等等 所以这样呢 就是说 百姓能在入诊中的效率更高 有医生再不需要老百姓 把老的那子字的东西在其他医院都调出来看 他直接通过网络就可以看到 实际上呢 现在对于我们国家医疗信息化 面临一个巨大的挑战 就到目前为止呢 还没有强制性的医疗信息化国家标准 所以呢 那这会导致了呢 就是有很多的你现在我们很多的这个信息软件啊 这个公司提供的公司啊 他有自己的编码 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 天生他就造成了很难共享互联 就像温州这样可以互联互通了 刚才我真的特别感到兴奋的就是说您所有的医院的资料跟陈院长的医院全能够共享 就说明了真的是下了很大的功夫背后 非常不容易的事 这个是政府的主导的力量或者是什么样的力量能够让我们看到今天的这个现状 这个首先这是平台是我们政府来建设的 在一年一二年的时候我当时就跟各位院的这个县市的局长说你们最好不要做我来做 然后通过我来做以后呢 我告诉他 我说这就是在世纪层面我建立成一个云 这个健康云 现在双向转整最大的问题是出的从上往下转 这个通道基本上是政治性的堵塞的 上边的病人怎么转下来 那要靠我们如何去解放医生 我们可以通过九个字来理解 让医生能够解放出来 再去强基层 第一是要让他们下的来 就是把现在绝大部分医生是专靠大夫 能够把他通过转型变成单位人变成社会人 这是下的来 第二还要留得住 是为谁而去 是为完成原来医院的任务而去 他要回来的 如果为了自己的事业而去 开一个独立的诊室 独立的诊所 他可以留下来 第三要用得上 就是全科大夫 并不是简单的一个受过医学训练就能完成的 需要大量的大夫从专科向全科医生的职业转型 不管是用什么样的政策来保证这个机制的运转 他实际上是个手枕负责的 大家都在国外待过 国外好像是有自己都有自己的家庭医生 我也在外边待了三年 其实我那个家庭医生互相都没见过面 就是个手枕意识的意思 当我有了不适 先要通过他进行筛查 告诉你该到哪儿 去哪儿看 然后我们中国还有更好的条件 就是我们还可以给安排好 到陈院长医院里的什么专家 根据他的时间 我们可以做得比他好 因为目前的基层 往往是技术链也不够 设备也不够 资源比较缺 所以我们之前提出来一个是 酸下散谈提升 那么我们集合人才 我们每个这么多的基层 维生院也好 基层医院也好 我们都有定期的专家 下去坐着 另外就是解决双线专程 再一个就是住院 那么住院病人 他如果需要住院的话 我们也通过这个网络 这个平台 可以直接约到我们医院 拿个科拿张船 那么病人很方便 他如果想到我们约好了 我几点钟过来就行了 我们这里的医生 就知道你就约好了 他会提示你 有个病人要约到你这里 他就可以给你准备好 船位都给你排好 所以病人来了就非常方便 所以国家的卫生战略是什么 国家的卫生战略不是去多看病 对吧 看很多病 而是让人少生病 首先是少生病 然后体现我们医疗服务的公平和可惜 建议我的全世界的医疗服务 我们现场还有一位特殊的嘉宾 他在现场的另一个特别的空间 已经全程关注了我们的对话 看病挂号 为什么这么难 黄牛岛 为什么屡禁不止 家门口的小医院 靠不靠谱 来自温州改革一线的智慧 能否解决医疗供需间的巨大矛盾 温州的很多 做了很积极的探索 信息化条件下的流程再造 而不是旧的流程序计划 还是要去解决供需资源 配置合你不合你的问题 互联网加医疗 能否让今天的看病不再难 对话来自一线的医改报告 这位嘉宾对温州的医改也特别的了解 而且他还带了十个问题来到现场 来他到底是谁 我们暂时欢迎他 大家欢迎你 据我了解 无论三面模式 或者是温州 包括我们的宁波 杭州 在这一轮改革过程当中 把我们降低油品的价格 特别把我们很多中医药的产品 列入国家的 列入府中医药目录 340%的降价 带来的压力 对我们产品的质量的保障 我们医药产业 深受其苦 二位领导 我想你们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和看法 这个医改改到最后是改药 但是请注意一个事实 中国的这个医院的药占比太高 这是我们大家公认的 就是药品的这个价格虚高 实际上就是一定程度上是造成我们患者或者国家负担的 这是肯定要加下来 因为这么高的这个价格肯定不是我们能够负担的 我想最后再把时间交给我们现场的这几位嘉宾 你们如何来看待互联网家在医疗改革过程当中发挥的作用和还有可能发挥的潜力 我更愿意用医疗加互联网 我们当有个良好的体制设计的时候 那么医疗服务的模式一定会变 就是说过去我们身体有不适 一定要去大医院去医院里才觉得 因为移动已经可以让病人在家里在在工作生活的环境中去采集数据去进行分析去去争断和干预的 那会改变医疗的服务的模式 重构医疗服务体系这个生态的 以往医疗体制改革是政府的事 是主任的事 是院长的事情 互联网的到来可能让我们世界的难题 那场人民的战争 可能中国的一改 会有更多的希望 马云说 下一个超过他的 是健康产业 这就是我的梦 看病挂号 为什么这么难 黄牛党为什么屡禁不止 家门口的小医院靠不靠谱 来自温州改革一线的智慧 能否解决医疗供需间的巨大矛盾 温州的很多 做了很积极的探索 信息化条件下的流程再造 而不是旧的流程信息化 还是要去解决供需资源 配置合理不合理的问题 互联网加医疗 能否让今天的看病不再难 对话来自一线的一改报告 如果我们把医院看成是供给方 把患者看成是需求方 那么医患之间的矛盾 或者是我们在医院当中看到的很多的难题 也许就跟我们中国经济发展过程当中的很多难题 有着相似之处 那就是结构不合理和供需之间失去了平衡 其实今天我们看到互联网的力量已经在社会的方方面面得到了彰显 比如说电商平台减少了很多的流通环节 比如说互联网的金融让我们看到了借贷的成本可能会变得更低 而今天在医疗改革这个领域当中 互联网也正在发挥着它自己的作用 至少在温州医改的这样的一个实践里 我们看到互联网让医疗的资源的利用率得到了一个更好的提升 我想这正是互联网的力量之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各位观看 请不吝点赞コミュnn akersuws bidding 赞コミュ عليه 转型